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气却天差地别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一起来听 俗话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因为老人年长且阅历丰富 能够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建议 可以避免年轻人少走一些错路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一个老人是处于主心骨的作用 因此很多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 就会给家里的长辈做寿 表达儿女住院老人长寿的心愿 而有一位网友就经历了这样的怪事 他家两位爷爷都办了寿宴 运气差别非常大 这究竟是为什么 网友姓林 他的家族在当地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李某的家从太爷爷那代起 分出了五大分支 太爷爷是他们兄弟几个中的老大 还有四个亲兄弟 家家都人丁兴旺 算下来同姓的人口都已经有二百多号人了 五大家族中 属太爷爷的三弟家日子过得最红火 子女们有做大买卖的 有当校长的 也有出国的 总之非常辉煌 三太爷爷也常以子孙们的成就为傲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 就一定会把家里的大事小情跟大家说一遍 孩子们都非常孝心 不但各种鹿绒 灵芝的补品轮番的给老爷子 还为三太爷爷配了司机 想去哪 司机随时待命接送 老家冬天寒冷 三太爷爷光是貂皮大衣就有好几件 三太爷爷七十多岁了 换季偶有感冒咳嗽 身体还算不错 八十四岁那年 三太爷爷家的子女们凑到一起商量着给老爷子办一次寿 三太爷爷一开始是反对的 说八十四岁是个坎儿还是不要办了 但是子女们都认为 正月里办喜宴能讨个一年的好彩头 还能把这些年随出去的钱往回收一收 三太爷爷被说动心了 也答应了 大年初八 三太爷爷家在当地那最大的饭店摆了六七十桌洗面 子女因为各处不同领域不同行业 各自摆了收礼台 各自的人情各领礼机忙得不亦乐乎 李某是至亲当时也去捧场了 据他描述 当天的宴席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鸡鸭鱼肉一样不缺 烤乳猪 烤乳鸽 各类美食应有尽有 最压轴的菜是一道龙凤汤 那个是用蛇和鸡做出来的一道汤 以蛇欲龙 以鸡欲凤 而李某是信奉佛法的 看到这一切是一口都喝不下去 他三太爷爷的寿宴办得非常热闹 大家吃得九足饭饱后散了 宴后每桌都剩了非常多的饭菜 因为不差钱 剩下的饭菜也没人收拾 都被饭店倒掉了 李某看到之后十分震惊 已经过于浪费了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大宴结束后 正月十五又是他三太爷爷家 做东搞了一场丰盛的家宴 上百口人吃的依旧是流水的鸡鸭鱼肉 细算下来至少有千余条雾命 李某的太爷爷回家之后忧心忡忡 一直说三弟太奢靡太招摇了 这样下去怕是不好 没想到年后没多久 李某的三太爷爷下车时摔倒了 年纪大了骨头脆 轻轻一摔老人家就骨折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三太爷爷静养几个月后才慢慢恢复 三太爷爷原本恢复的差不多 儿女们想着老人家应该再到医院去复检一下 当天由三太爷爷的大儿子亲自陪同去的医院 这一次体检可真是一次要命的体检 三太爷爷的大儿子是一个开车几十年的老司机 当天却因为便道问题和一个大卡车相撞 车头撞损非常严重 人直接没了 而三太爷爷坐在后面 受到猛烈撞击多处骨折外 头部还出现了脑出血 不过幸运的是 及时治疗后捡回半条命 却半身瘫痪 本来说瞒着三太爷爷大儿子去世的消息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就被老人家听到了 老人家知道后像是泄气的皮球一样 肉眼可见的速度销售 迅速地倒下去了 不到一年三太爷爷也离世了 终究八十四岁这个坎儿到底没过去 太爷爷看到三弟离世 哭了好多次也元气大伤 家人们除了安慰只能多陪伴 有一天 太爷爷把家里长辈都叫来了 说有事要商量 太爷爷说 他要办一个九十大寿 三太爷爷家出大事才没多久 太爷爷又要办寿宴 大家一天都不敢吱声 太爷爷说 我知道你们担心啥 我要办个特殊的寿宴 让曾孙儿去找酒店 全选用素菜 酒饮都换成饮料 大家吃得不好 走的时候可以送大家点礼品 一听太爷爷这么说 大家更都不吱声了 家人主要还是担心寿宴 这样办太丢面子 但是太爷爷说 我见过听过很多过完大寿 就生病死了的人 我们年纪大了 本来就没剩多少福气 又杀生害命的半寿 还哪能得好 太爷爷说完 还狠狠地用拐杖敲了敲地 一看老爷子要发威 家里老老小小都赶紧点头赞同 后来这些寿宴的布置 都交给了自己的曾孙李某 李某也很高兴 很快就将这一切都布置得妥当了 寿宴这天依旧来了不少人 但是李某看家人脸色都明显地紧张 菜一上桌 来贺寿的人也都一脸吃惊 平时去别人家都是山珍海味 今天看到的是一桌子草 太爷爷让人掺着上了台 表示了对大家来祝寿的谢意 还说了一段话 大提意思是 现在我们各种宴席 搞出来就是图个好看 好个面子 大家吃也吃不动 喝也喝不动 还造业不少孽 我一个八九十岁的老顽皮 不好脸面 给大家换个花样 吃不了的千万不要浪费 每个人都带点回去吃 然后你们再看看我半寿以后 活得好不好 要是觉得我这个寿办的好 活得还久 以后你们也可以这么办 太爷爷说完之后 台下所有人都猛烈地给 太爷爷鼓掌喝彩 因为现在人总是大鱼大肉 吃得很腻了 素菜反而更符合大家的胃口 每个桌子基本上都没有剩菜 大家领了一份礼品后 都说这个寿挺好 还有意思 寿宴结束后 原本情绪紧绷的家人 心情也好了 一家人围着老寿星 有说有笑 换天洗地的 家里事情都弄好之后 林某赶紧回城里工作去了 没几天就被领导 单独叫到办公室了 林某一想 这坏事了 肯定是请假太多 要挨批评 心里直打鼓 没想到 领导向呵呵地问 你尝尝粤语歌会说粤语吧 林某就告诉他 自己以前在广东那边待过 所以基本的听说都没有问题 领导就说 公司有一个香港的订单 沟通起来太费劲 你去沟通正好 就这样一个基本就差沟通的大单 砸给了这位网友 在这儿其中 他就拿到了几十万的提成 业绩被评了新的等级 薪资提升了一个档次 又给发了几万元的年终奖 运气突然间就非常好 林某就觉得奇怪 最神奇的是 有一天晚上 林某很清晰地梦到一个会场 里面气氛很温馨欢乐 他的太爷爷满头银饭地坐在那 旁边还有九十六岁大寿的横幅 梦醒后他就和爱人说道 太爷爷办这个寿宴积累大福报了 估计能活到很高龄呢 谁知道他的妻子又说了一个好消息 你的工作有着起色 我还怀孕了 就等着生下来 让太爷爷抱抱玄孙五代同堂了 原来摆寿宴还有如此大的门道 竟然有转运的秘诀 其实如果真的想要为亲人好 千万就不要以他们的名义去害他们 因为一般来说 宝宝的出生酒 买月酒 夫妻的婚宴 老人的寿宴 过世人的丧宴 应放生不失 病中的人更不要杀生给他进补 或半酒席冲喜 为顽固的人更不应增加他的罪孽 现如今很多人喜欢给小孩或老人做寿 大半酒席 殊不知这样做非常折损福报 很可能老人可以活十年 这一铺张 结果减损了寿命 做寿时一般都要杀生 这些命债都要本人来承担 如果亲人去世的时候杀生吃喝 则是直接把亡人往恶道火坑里推 那么应如何正确孝敬老人 让老人多福多寿呢 俗话说 孝有大孝小孝之分 小孝者就是以世间福报 孝父母让父母安乐 大孝者 开示以佛法解脱之道 让父母发信愿心求无上佛果 得到出世间的究竟自在解脱 如果想让父母长寿 我们可以以他们的名义 长行放生之善 佛陀告诉我们 众生皆曾做过我们 多生多世的父母 我们放生 令众生延续肉身生命 和长养慧命 就不仅是报这一世父母的恩德 更是在报多生多世父母的恩德 父母生日 我们要为双亲放生 种植福田 全家食宿放生 以此来祝贺父母受臣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德 为父母消灾严寿 这才是真正的大孝 因此要想自己的家庭 有好运 有福气 首先一定要对自己的父母好 孝敬自己的父母 让父母高兴一些 而最好的办法 就是劝诫他们修行佛法 因为这样能够减少他们的烦恼 多一些快乐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了 我们下期不见了 谢谢大家